欢迎您回到电视早餐 一起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立委赖世宝 他因为先天这个声带是闭合不全 所以声音沙哑 在之前动了一个手术 这个手术比较特别的是 他靠的是抽臀部的脂肪 然后注射在声带上面重建 师生两个兴起的他 那么开口说话了 到底这个手术的效果如何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手术完之后 声音会不会像于婷的老婷 我说没有机会了 光是听声音可能没有办法 这个我们看到辨别 那么刚刚动完了声带手术 赖世宝 嗓子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复原 但是声音已经跟以前 这么似乎不太一样了 那么我们看到天生 是因为声带闭合不全 他就是靠着抽臀部脂肪 重射这个注射在声带里头 才可以重建他的声音 那么据了解 现在已经恢复了95%了 感谢观看